7月29日,伦多奥运会体操男团冠军成员张成龙,在山东济南举办了婚礼。 中国体操群星云集,向张成龙送出祝福。 有意思的是,张成龙和妻子早已领证,女儿已经一岁半了。 长期的训练,比赛让张成龙把婚礼拖到了今年,婚礼一去后,张成龙和体操队的教练,队友们合影,星光熠熠,您能认出多少? 这里面有黄玉冰、陈一冰、秦奥伟、邹凯、郭阳、李文静、邓玲玲、江玉元、商春松等。 不过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后排左四那位,有网友在看到道合影后发问,他还有脸去。 他叫孝钦,1985年出生于南京,曾是中国体操一代阿玛王子,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男子团体和阿玛冠军。 他还获得广佑媒体操事锦赛的金牌三枚男团,三枚阿玛。 夏图为北京奥运会起操男团冠军阵容,从左到右一次是陈一冰、黄旭、李小鹏、孝钦、杨威、邹凯。 北京奥运会后,孝钦渐渐淡出国家队,但在2009和2013年,都获得了全运会阿玛冠军,扣退役。 2013年,也是孝钦明日扫地的一年,2010年前后,孝钦当时的未婚期王提款称有门路,可以买到北京的低价房货车。 结果却拿出来的房子卖,给了27位本体明星,其中包括杨威、杨芸夫妇、邹凯、冯哲等对摇、王奇广骗的这些明星5800多万人民币,200余万港币。 2013年,王奇被判处无期徒刑,当年,邹凯母亲把157.1万元打给王奇之后,迟迟拿不到钥匙。 后来才发现被骗,心寒的他对记者说,千万不要相信熟人,熟人一谈道歉,可能就不亲热了。 邹凯和孝钦一向快人快语的逢手,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,这件事就是花钱买了个教训,我认为孝钦一定是这个圈子,你最先明白这是个骗局的,他应该完全有能力来阻止事态的发展。 他如何面对我们这棒兄弟,正如逢哲所言,王奇诈骗暗宫至于众后,孝钦显有露面,只是在这两年偶尔出来,参加体育公益活动,去年年底走开的婚礼,他也没有到场。 今年6月16日,全民健身外里行在泰园开跑,孝钦和跳水女皇高敏助阵,孝钦身材发复明显。 感谢观看